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在近日发布的《山海惊之千古情杀青特辑》中 成衣不仅展现了她的演艺才华 还带领大家体验了一套充满乐趣的广播体操 这一幕即让人捧腹大笑 又让观众感受到成衣身上那股折仙的气质 让我们一同回顾这段别开生命的杀青盛典 在特辑的抬头 成衣调皮的对住镜头上 成衣不仅是个好演员 这套广播体操真是太有趣了 课集中 另一位亮点则是萧明明 她在观看大家一起煞血围蒙时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她拿起匕首划破手掌 随即调侃原著角色萧秋水有点二 当她问起其他人 你们有针吗 时 更是让人忍俊不惊 明明哥哥 在这种情况下问有针吗 不少网友感叹 萧明明的反应实在是二道家了 随后 容嬷嬷赶来 手中捏住针 满脸急切的询问 这真可还满意 这一幕让观众捧腹大笑 感受到剧组轻松愉快的氛围 成衣在剧中的表现令人期待 秋水哥哥这一角色 不仅有注高冷的外表 更展现了温暖的一面 在杀青特集中 她的幽默和领导力 让人更加期待她的表演 成衣通过幽默的互动 成功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展现了她的亲和力 随助剧集的推进 成衣的演技也在不断磨力 观众们对此表示期待 成衣在特集中提到 每一个角色都有她独特的魅力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 除了成衣和肖明明 特集还展示了剧组 其他成员之间的深厚情谊 通过镜头 观众能看到他们在拍摄期间的 轻松互动和相互扶持 体现了团队合作的精神 成衣与其他演员的默契配合 为角色的塑造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 观众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特集让人看到了 演员们在荧幕之外的真实一面 也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剧集 充满了期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